我很懷念,我們很老爺 是嗎? 什麼? 我們開始鋪了一層 我們今天來分享經驗 這日星夢一班的姚卓飛 占天文、文凱亭、林君蓮 潘靜文、蔡凱榮、林梓毅 張慈豪、孫漢霖和何俊樂 以師兄師姐的身分 和星夢二學員分享經驗 大家事前又有沒有想 想說些甚麼 有,我真的想好我的人生哲學 因為我的人… 出事齊 我也是這樣 不是,我應該不夠你說 其實我沒有想分享甚麼經驗 我覺得因為這個旅程 是他們自己要摸索的 說完也沒用 因為他們還是會走那條路 我知道 那就對,我跟你們說 人們說不要那麼自卑 多點自信,但通常都是… 都是個過程 就是相信自己 我稍後會跟你們說 就是要好好享受這個時間 因為會很快就很掛念這件事 對,因為我們現在想有人看著都沒有 對 對,因為你身上不怕你做的 你做的就沒有 對,現在是自己的影視鏡 當日第一個被淘汰走的Lolita 就分享經驗說 即使輸了,也不要在台上哭 要保持一個漂亮的樣貌 Chantal就說 看到一群新學員已經勾起很多回憶 看看她和Windy在分享會中 對面,說起往事都忍不住爆哭出來 因為當時我們是跳天生意品 跟排舞師說 我們可不可以… 別那麼難 可能我給人的感覺就是 我不想跳 但我只不過是想為團隊說一說 因為我們已經… 每個人都不止有一個項目 但就被人誤會了 當時我很委屈 但我要背起這個團隊的跳舞 所以我一定要去做得好 那時候你有沒有告訴Chantal 你被人罵嗎 她好像看著我被人罵 難怪她現在這麼激動 她說不要緊 她說… 她說因為我是大姐姐 所以我跟老師說 但之後我也有跟老師解釋 其實不是不想跳 但不想那麼辛苦 我不想大家有那麼多壓力 我是把比賽看得很重的一個人 一開始我是說我一定要贏 我真的一定要得很高分 但誰知道後來就越來越發現 真的不是高分就重要 我覺得是… 真的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經驗 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剛剛就看到 他們全人都好像是… 在比賽中… 好像在進步 然後我就好像一開始就在退步 但是我覺得參加這個比賽 我完全沒有後悔 因為我覺得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成為人都堅強了很多 還有… 真的沒有那麼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還有做回自己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你看到你… 你確實在… 有其他人的看法